Sawadika 马来西亚人真的更喜欢去泰国旅游 而不是留在国内吗? 早前的国庆以及马来西亚日的长周末 击打佛罗交仪的游客人数 对比以前直接砍半 引起业者的担忧了 是外国的月亮比较远 还是有其他因素 导致国人选择放弃佛罗交仪 飞去泰国玩呢? 法泰两国边境开放 看来对本地旅游业也冲击不小 《前锋报》最近一篇报道就提到 佛罗交仪旅游协会就指出 他们发现对比疫情之前 也就是2019年8月中到9月中的同时段 佛罗交仪的游客人数减少48.9% 估计损失大约570万令吉 那不仅如此 有60%的国人更倾向于前往我们的邻国 也就是泰国旅游 那其实这个去泰国旅游的课题 最近也引起了网民的共鸣 在推特上就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原因很简单 就是网友觉得 去泰国旅行消费比较便宜 那面对国民因为现实考量的原因 选择到泰国旅行的舆论 让击打州大臣沙努西也不得不促起民众 不要在社交媒体上破坏佛罗交易的名声 沙努西认为 佛罗交易发展局拉达的数据显示 前往佛罗交易旅行的游客人数 还是令人鼓舞的 民众去泰国旅行的影响只是短期罢了 不过说到泰国旅游潮火热的此时此刻 由于最近碰撑了卖猪仔的敏感时期 因此也有另一派的声音 在社交媒体上传开 前总警长穆沙哈山 星期一和其他非政府组织 在首相署提呈备忘录时的一番言论 这几天就在网络上发酵了 注意前总警长奉劝民众前往泰国旅游 要再三小心 避免沦为受害者被卖猪仔 卖器官 当然这只是前总警长的个人看法 网民们并不全然认同这样的说法 当然这里也不是要刻意诋毁 或者是损坏泰国的名声 那如果是你 在令吉汇率跌跌不休的时候 你会选择在国内旅游 还是依然无畏无惧去外国旅行呢 为什么 欢迎在下方留言交流讨论 继续留下热点Hotspot 一起关注时下的热门话题